我们刚刚上一堂课 我们跟各位就介绍了 什么是Coinic Delta 它很重要一个功能 是它可以随时随地改变方程式中 某一项 其中某一个未指定的Free Index 然后也介绍了Alternative Symbol 它最主要的目标是在做负号的改变 正号负号 然后呢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了 Alternative Symbol跟Delta 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今天呢 现在呢这个第三小节 我们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Inverse Matrix 就一个反矩阵 它本身的Index Rotation的写法 藉由反矩阵 我们会介绍Geno的 三元一次联利方程式的解 以及从这个推导出 你们在公司所决到的 Agen Value Problem 特征值的问题 首先一开始我们就讲 所谓的一个矩阵的反矩阵 就是这个矩阵的矩阵乘法 你们看 不管等号左边等号右边 它的这个Inverse-1 指的就是反矩阵 一个矩阵乘上它的反矩阵 不管是矩阵乘反矩阵 还是反矩阵乘上矩阵 都会等于单位 都会等于单位矩阵 也就是两个矩阵相成 如果等于单位矩阵 那这两个矩阵就是 复为反矩阵 你们还记得 我们讲过 在二阶的符号里面 二阶的 它的乘法 相成 矩阵相成 大概有四类 给各位再回顾一下 OK 它这四种乘法里面 每一组都有两个 FREE DEX是相等的 只是位置不一样 然后我们又强调 只有在这个 第一个的第二个 跟第二个的第一个 这种东西 是真正的等于矩阵A 乘上矩阵B 剩下都等于 是某一个的反制矩阵 乘上另外一个 比如说以这个来讲 就是等于A的反制矩阵 乘上B OK 像我们刚刚 那剩下这两个 都是类似的 我们不在那边多写 我们上次跟各位写过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inverse的定义 就是它的乘法 一定要属于第一类 真正的矩阵乘法 OK 是真正传统的 矩阵乘法 这些都是反制矩阵在相乘 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我们这写的 这个就是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矩阵 AI阶的inverse 是AI阶 AI阶矩阵的反矩阵 当然第一点要知道 这个反矩阵里面的每一个分量 并不代表原来矩阵的每一个分量的导数 这个是两回事 这句话也就是说 他反矩阵里面的每一个分量 不代表我原来矩阵的每一个分量的导数 那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是说相乘好像等于一的意思 但是它是整个矩阵的意思 那我们这边各位看 真正这个反矩阵里面的每一个分量 这个等号左边指的就是 反矩阵里面的I阶 component 反矩阵里面 比如说I等于一阶等于二 就代表反矩阵里面的第一 我们这样子说 大家不要搞混 这是我原来的矩阵 这个写个复一就代表是我的反制矩阵 这一块跟这一块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我说A12-1 指的就是这个矩阵里面的第一列第二行 指的是这个值 那我们说这个值呢 那我们说这个值呢 依照定义 我们现在只让各位了解 这是数学上的定义 等于行列式分支 你有没有看 是等于AJI的cofect 也就是 比如说A的12-1 就是这个值 是等于行列式的 我们叫cofect A21 这12是A21 等下告个cofect的定义 也就等于说是 反矩阵里面的这一个值 等于原来矩阵里面的这一个值 这个就是A21了 这个值第二排的第一列 A21的cofect除以行列4 那什么是叫cofect cofect指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cofect 跟刚刚行列式很像 就是我把这一行删掉 这一行删掉 剩下的这四个值的行列是值 就叫它的cofect 任何一个数据的cofect 等于它所在的那一列 抱歉 昏头了 这是错的 对不起 这个cofect就是把这个干掉 这个干掉 剩下这四个的行列是值 然后不只是如此 还有正负号 第一个为正 正负正负或者是正负 所以A21的cofect等于负的 这个行列是值 这就是所谓cofect的定义 这更应该有印象 这就是你们当中所算的 怎么样来做它的反矩症 那我的cofect也可以写成这个 就整个行列是 比如说A21的行列是cofect 就等于整个原来的行列是除以 不是除以 对A21做偏为分 你们自己也可以去看 如果真的把这个原来的 这个行列是六个值 对A21做偏为分 就会等于负的 这个乘这个 剪掉 这个乘这个 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这是所谓偏为分 然后general的 它可以写在下面这一项 这个证明我们不证了 这个证明我们不证 因为这个证明 蛮特殊的 我们会用到IPOIJK 乘IPOIJK等于六这个观念 我们会用到这个功能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所以我们也不证给各位看 不要浪费时间 这个只是进入写法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直告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inverse的每一个分量的写法 inverse的每一个分量写法 顺便 这边提醒各位一件事 你们先抄一下 我们不告诉各位怎么证 但这个证明 你不能用special case 你不能说假设I等一 接等二来证 我们要接诺case 所以 我们给各位举个例 如果说cofect等于行列是 对那个A的GI偏为分 这是partial 这是partial 行列是什么 A的IJK A的EI 我先这样写好了 A的2J A的3K 对 partialAJI偏分 如果我先首先我们这样写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写法 为什么 你们看I出现了几次 它出现了三次 这是不对的 所以 我应该把这边的IJ 改成MN A的MNK 等于A的EM A的2N A的3K 那这个偏为分等于什么 这个偏为分等于什么 这个偏为分等于什么 大家看好 这个我们就讲 这个第一点 这个相等于一个常数 所以这三个A相加 对A的偏为分 那你们知道 一定要用的签入 也就是等于说 我先拿这一项 对这个的偏为分 所以等于是A的EM 对IJ的偏为分 乘上 AXMNK A的2M A的3K 然后再加上另外两项 分别是对这两个的为分 好 这个为分等于什么 A的1K 对A的2IJ 要谈到这个为分 因为你不要忘了 A11跟A12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 我们先看 假定我把符号带进去 因为你不要忘了 这一项 就代表27个组合 MGi分别都可以等于 MGi分别都会等于 123 这个为分27个组合 但它又等于什么呢 我们先看A11 对A11的为分 应该等于几 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 当A11有多少个变化 有单位变化的时候 这边的反应 这一定是等于1 这个没有问题 那A12对A11的为分等于几 问题是A11跟A12是独立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不管这个怎么变化都不影响它 所以这应该等于0 所以这种变数的为分就是你下标完全一样 等于1 不一样就等于0 所以你们自己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 我只靠告诉你这一块 这个事实上等于 我这边写 抱歉 这边应该是Gi 只有从上面超过来 所以我这个等于什么呢 德塔的1G 德塔的Mi 也就是要1等1完全等于G 不管G是G 以及M完全等于I 这个才会等于1 就是他一定要等于下面 否则只要这两个 有一组不相等 他就会等于0 因此 这个为分是等于这个 各位可以顺便先抄一下 这以后我们会常常用到 所以变数的为分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些变数都是独立的 所以一定要下标完全相同 才会等于1 否则就等于0 这是一个 这因为这个为分是我们将来 特有工程常会碰到 会碰到很多这一类的例子 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下面给根本证明一个简单 这个目的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矩阵 可能没有反矩阵 为什么 从前面的定义可以看出来 如果行列式等于0 他就不可能有反矩阵 因为他一定要处于原来的行列式 那我们这边说的是 假定这个矩阵有反矩阵的话 它也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 这个的答案是唯一的 那我们这边这个定理 证明的目的也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也是让各位熟悉 下标写法的运算 另外还是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就是要证明我反矩阵的唯一性 inverse matrix唯一性 我们只能告诉各位 数学上我们通常怎么证明唯一性 一般来讲我们要证明数学上的唯一性 最常做的证明方式 就是假设他有两个答案 然后设法证明这两个答案是相等 那就证明了唯一性 那这边就是 假设有一个矩阵A 他有两个反矩阵 一个是矩阵B 一个矩阵C 都是他的反矩阵 那我们要设法证明 这两个矩阵是一样 所以因为B是我的反矩阵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写成 BIK AKJ 或是AIK BKJ 都是等于德塔IK 同样的因为C是我的反矩阵 诸明会得到这个式子 这就是假设B跟C 都是A的反矩阵 这两个式子一定成立 然后这个证法有点trick 你们看 然后我把第一行 就是这个方程是1 我左右两边都乘上一个矩阵C 乘在最右边 所以这边呢 我们会变成BIK BIK AKJ C的JM 等于德塔IJ C的JM 就是把上面这个式子的第一项 跟第三项 左右两边各乘上一个CJ 等于这一个 那德塔IJ C的JM 不要忘了 因为J重复两次 所以这个C 这个C的这边的这个J 可以用这边I取代 所以变成C的IM 因为这个Substition Number 然后这个第二式呢 反过来 我把第二式的第二项 跟第三项 就是第二个等号 左右两边分别乘上一个B 我们会得到这个的结果 B的NIN B的NI乘上A的IK乘上C的KJ 等于 B的NI乘上德塔IJ 也是一样 I重复两次 所以可以把这边 J重复两次 所以可以把这边的换过来 得到B的NJ 因为I重复两次 得到B的NJ 然后你们看这个式子 下面的这个式子 这个等号 这个 等于这一个里面 我把它 这个里面有几个下标 有K 一个是N 一个是I 一个是K 一个J 有NKIJ 四个下标 我把这四个下标 全部做一个代换 换成这边所表示的 所对应的 就是原来的N 我们把它换成I 那 原来的J 我把它换成K等等 就这四个 整组换 整个这个方程式都换 那叫做这个方程式 就会变成我们下面这边 所看到的 这全部是 代换 全部把它依照代换 那这个式子一看 你们就注意到没有 这个式子的等号 等号 等号左边 等于 上面第一次 所化解出来的等号 左边 那 等号左边相整 等号右边 也一般 也应该相等 所以我证明了B等于C 就这样子 这是有点Tricky 那我们在下面看 假设Ai这个Inverse 就是Ai A的反矩阵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A乘上A的Inverse 就等于Δ 那这个我们前面就没证明了 两个矩阵相乘的结果 那它的行列四也是等于 第一个矩阵的行列四乘 第二个矩阵的行列四 等于第三个矩阵的行列四 就两个方阵相乘的行列四 结果的行列四等于原来的两个行列四 原来的两个方阵的行列四相乘 这个我没有证 但就这个意思 所以 那我们又知道行列四的Δ 是等于1 所以代表什么呢 原来的方阵行列四乘上Inverse 是等于1 那两个值相乘等于1 代表这两个值都不会等于0 因此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 这两个键号 左右两边的这个键号 我们指的是落前为落 If and only if 就是逻辑里面落前为落 也就是说 这两个 这个键号的左右两端的文字 互为充分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方阵 三乘三的矩阵 它有Inverse 它的行列四就一定不等于0 或反过来说 一个三乘三的方阵 行列四不等于0 那一定有Inverse 行列四不等于0 和有Inverse 是互相画上等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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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Inverse 这个矩阵有Inverse 这个矩阵有Inverse 存在 行列四一定不能等于0 这其实是各位知道的 OK 好 那由这个人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式子 我们现在看一个 Ai接 X接 等于BI 记得等号 左边接 重复两次 所以等号 左边当 它是等于Ai1 X1 加上Ai2 X2 加上Ai3 乘上X3 所以等号 左边是三个相像加 然后这个式子 i可以等于1 等于2 等于3 所以第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写法 Ai接 X接 等于BI 事实上 这个就代表三个式子 每一个式子等号 都准备三个式相加 我们把IJ都带进去 事实上就等于右边 因此 这个写法 代表了一组 三元一次 一次联绿方程式 三元代表有三个变数 X1 X2 X3 Ai接 BI supposed 是知道的 我们只是给各位做一个对应 所以你们仔细看 这个写法 就代表了传统的 三元一次联绿方程式 我们要解 X1 X2 X3 当然这个解法 各位也知道 我可以第一点 依据这一个 也就等于是一个矩阵A 乘上X 乘上一个Column 矩阵 等于矩阵B 你把这个展开来 就变成三一式 像第一行就是A11 X1 加上A12 X2 加上A13 X3等于B1 类似这个样子 然后我把刚刚的这个式子 左右两边都乘上我的inverse X2 那这个就等于ΔI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 也就是我的答案 A14K等于A的inverse X2 乘上这个矩阵B 相对 这个就是你们一般所熟知到的Columnus rule 这是你们在国中学到解 三元一次 三元指的是三个位置数 三元一次联绿方程式的典型解法 那用矩阵的写法 就右边 这个是你们很熟悉的 我们不在那边细讲 这是最典型的 三元一次联绿方程式的解 OK 那反过来讲 我把这个答案带到原来的 这我不在那边细说了 画一画 最后也会得到这个 就会得到最后的B 所以 我们知道 如果 针对这组三元一次联绿方程式来讲 假设行列是不等于0 因为行列是不等于0 才会有那个A的inverse 假设行列是不等于0 那我们的答案 就是等于这个inverse inverse 那不等于0的话 这个答案就是我们的inverse 乘上我的矩阵B 这是你们高中学到的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先看一个特殊的状况 如果 我那个B等于0 也就是像下面这边表示的 等号右边都等于0 这刚刚的那个式子 这个我们叫 Nan homogenesis 也亏许 记得 物理上的homogenesis 跟数学上的homogenesis 不一样 物理上我们说 Nan homogenesis 指的是这个物理量 比如说密度啊 那个降幅强度等等 跟这个材料的位置有关 就叫Nan homogenesis 如果说这个密度啊 降幅强度跟材料的位置无关 我们就叫homogenesis OK 我们叫homogenesis 那个是叫做奇异性 OK 但是数学上 等号右边的系数不等于0 我们说这个方程式叫做 Nan homogenesis 以亏许 那像我们现在下面写的 如好等号 右边的系数等于0 这个我们就叫做homogenesis 以亏许 其次性 整齐的齐 一次两次的四 其次性 其次方程式 homogenesis 以亏许 那我们现在看 如果我们的方程式 是这个样子 也就等号右边的系数 都等于0 是一个homogenesis 以亏许的话 那很明显 我的解 针对homogenesis 那我的解 我们刚刚讲的 假设 因为这已经等于0了 这就是x 所以针对homogenesis equation 来讲 因为这个等于0 所以我的解 一定通通为0 x1 x2 x3 都等于0 针对homogenesis 通通等于0的解 我们有一个特别名词 叫做trivial trivial就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解 0就是我的解 trivial是流行 那问题是常常很多物理问题 如果你说答案都是000 那就代表什么都没有 就通常不是我们要的解 好 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 如果 如果 针对我这个homogenesis的联力方程式 我希望得到所谓的lontrivial solution 的话 它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是要得到lontrivial solution很明显 要得到不为0的解 我们就不能让这个世子成立 要不让这个世子成立 就要表示不能有这个 那什么状况之下 我们不能有这个东西 当然就是我这个行列是要等于0 因为这个如果等于0 这个就不存在 那这种解就不存在 所以你要得到 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定理 针对这个homogenesis solution来讲 homogenesis联力方程式 也就是等号右边都等于0的情况之下 我要得到所谓的lontrivial solution 我就要使homogenesis等于0 其实为什么 我们可以告诉各位 这是可以证明的 如果homogenesis等于0 这个方程式会变成相依方程式 也就是说homogenesis如果等于0的话 我们可以你们自己抄一下 这三个方程式会变成相依 会变成相依是什么意思 代表任何两个方程式 之过加减的组合就会变成第三个 所以三个方程式等于两个 两个方程式解三个位置数 我可以解除一大堆 所以当然会有不为0的解 原因是在这 所以我们整个再给各位 重新讲一遍 如果有一组homogenesis的三原因次联力方程式 就等号右边的系数等于0 它的明显解 就所谓的trivial solution 就都等于0 因为你看x1都等于0 等号左边0 右边也是0 所以当然0是它的一个解 但是如果我要指望得到 lantivius solution的话 等号左边的这个系数 行列式就一定要等于0 因为等号左边的系数 行列式等于0的时候 代表了这三个方程式是相依 那三个相依方程式等于只有两个 两个方程式减三个位置数 我可以解除无数多解 所以当然会有所谓的lantivius solution 逻辑是这样子 行列式必须要等于0 那这个观念就是你们公出学到的特征值问题 eigenvalue problem 基本的解题技巧 因为 给各位回顾一下 什么是特征值问题 也就是 如果有一组方程式 满足这个ax等于浪达x 也就是我们直接用方程式写 就是假定有任何一组浪达跟x 针对每一组a来讲 每一组三乘三的矩阵a来讲 如果有一组浪达跟一组x 满足这个方程式 x等于浪达x 那这个就是特征值问题 其中浪达你们还记得 我们就是特征值 x呢我们把它叫做特征项链 x等于浪达x 那我们右边就是 左边是传统的矩阵写法 右边就是我们用的是指标写法 简移说ai接x接 等于浪达x接 然后我们这个要解的话呢 第一个就把这个x 因为等号右边的x是一个横矩阵 所以我把它乘上一个单位矩阵 也就是 这个本来是一个3x1的矩阵 我把它乘上一个3x3的单位矩阵 那这个乘起来结果还是等于它 可是这个是3x3 乘上这个3x1 结果就会变成一个3x3的方阵 也就等于是说 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等号右边的那个像 移到等号左边 我可以把那个给挑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这个a 剪掉 让打i乘上我们的x 我就可以把我的x给挑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是利用下标的写法 就是如你们在荧幕上右边所示着的 就我们跟刚才解释过的 我把我的x接换成 德塔aj xi 或者我把我的xi换成德塔aj x接 就等于这个样子 那这个式子 不管你从这边来看 还是从这边来看 这个都是一个明显的 我们刚刚讲的 homogeneous 因为等号右边都等于0 三元一次 连立方程式 它有三个位置数 x1 x2 x3 所以你们就学到的 当作i跟v 我学到了解i跟v的问题 就是设我的行列是等于0 所以任何一个同学都知道 如果我们要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要解 所以每个同学都还记得 当初说 如果要解这个i跟v的 problem 我们就是设 设 设这个行列是等于0 设法来解出这个浪打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这是homogeneous homogeneous 的simultaneous 连立方程式 所以要找到 lontraining solution 唯一的做法 就是我的系数的矩阵等于0 因为这个系数你记得 因为我们这边有剪掉一个浪打乘以i 所以不是纯粹的它的系数 它的这个对角线要分别剪掉一个浪打 而这个浪打是未知数 也就是我们这边讲 设证行列是等于0 我就可以解除浪打 这是典型的解i跟v的problem的步骤 可以给我回顾一下 那解采的浪打 我们就叫做i跟v problem i跟v6 浪打1 浪打2 浪打3 等于i跟v6 然后你选任何一个浪打 比如说浪打等于1 再带到原来的方程式里面 你就可以解出 我们的x1 x2 x3 针对某一个浪打 比如浪打等于浪打1的值带进去 我可以解x1 x3 那这边我们要提醒各位一下 这样子因为我已经讲了 因为行列是等于0 那个方程式是相一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解除x1 x2 x3 我们通常解出来的都是 因为它是相一方程式了 等于只有两个 所以我们可能会解出来的是 x1等于0.5 x3 x2等于0.8 x3 我们会解出类似这个答案 就是是一个相对的 不会真正的解 你要解出真正的解 我们通常就叫lomalize 我们会多加一个方程式 我们会assume 就是这三个结果平方合要等于1 那加上这个方程式 我就可以真正的解出 把这个答案 我就可以真正解出x1等于0 x2等于0 x3等于0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eigenvector 特征向量 所以我们解的特征向量有两类 提醒各位一下 第一点 你没有任何特殊条件的话 你解除的只是相对值 你一定要加上这一类的条件 这种一般我们没有特别说 这个什么样子的 eigenvector problem 那这个的条件 我们就把它叫normalize OK 那才会解除这个值 这个就我们所 这个 就我们的特征 这次给各位回顾一下 特征值的解法 好 问题是什么 现在告诉各位 你们为什么要公诉 有花一个章节 告诉各位什么是特征值 你们同学如果有人是经过 真识进来的 应该有同学会不会问到 什么叫特征值问题 你们如果考试进来的 去看考古题 工作的考古题也常常考 特征值问题 那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特征值跟特征向量 会代表什么 它在非常多的物理问题 最后都会导出 这个特征方程式 你们将会学到 固体力学里面 谈译 你们要找主应力 你们这有所谓的principal stress 你们倒会发现 你要找三维的主应力 它会变成特征值问题 那三个特征值 就代表三个主应力 那三个方向 就代表三个主应力的方向 特征方向 如果你要找主应变 你也会发现 你也会发现 我们到最后 也会把方程式 导到这个形式 这时候A就变成 应变 三个特征值 就变成三个主应变 三个方向 就变成三个主应变方向 那是在弹音里面 如果你们学的是振动 你们也会发现 问题最后 会变成特征值问题 它的 不见得 那就不见得是三乘三的了 但是 看里面有几个自由度 但是它的特征值 就是你们的不同的共振频率 它的特征向量 就是共振模态 就是共振模态 还不止如此 还不只是用在这两个地方 特征值问题 你们回顾一下 你们以前 在动力学 我们跟各位教过一个 叫做质量惯性巨I 定义是R平方 DM 就是假定这是一个物体 比如说这是X轴好了 上面每一个小质量 R就是小质量 到这轴之间的距离 整个三维物体里面 小质量乘上 它到某一个轴的距离平方 的积分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IXX 我们叫质量惯性巨 所以 你们看到 针对这一点来讲 我有三个轴 三个轴 我就只看这个轴 那我对这个轴 是不是也会有质量 对每个轴 是不会有质量惯性巨 所以我三百六十五 六十度转移圈的轴 每个轴都有不同的质量惯性巨 那这个里面 一定有个质量惯性巨 是最大 有一个轴 对应的是最小 这个我们也叫做 Principal 质量惯性巨 那你怎么样找到这个主质量惯性巨 那你怎么样找到这个主质量惯性巨 也是特征值问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特征值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有非常多的物理现象 都会导到特征值问题 那我们这一门课会给各位介绍到主应力跟主应变主要是三维的 你们到时候也会发现 我们要谈到了主应力主应变最后 也会变到这个形式 而这个里面的A就等于应力或应变 所以也是特征值问题 所以我们要找主应力主应变最后 也是变成要使这个行列是等于0 这是我们在这个第三节 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Inverse matrix 然后最后跑到Homogenes的三元一式联绿方程式 然后到Aigenveto的主要因素 因为这一节介绍的 我们以后在第二章第三章都会谈到 都会谈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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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